這樣算得好嗎 通常會計一定是找這種的 精明能幹 可是通常這種也會A A A錢 對 因為它看起來會 也是有這種疑慮 會規格 要找這種勾矣勞矢的 而且因為我本身是經濟系畢業 真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能有參考這個部分 而且目前是數學家教 所以算起上來就很快 所以妳會打算盤 我租算有學過 但是我本來真的以為我要用算盤 但請問一下江老師 那個什麼一上一 二上 三上 五去 二 我們要背那個要幹嘛 其實我後來都用計算機 你看我們朱蒜老師超兇的 我到現在都還會背 但是不知道背沒有用 真的是用不太到 那我介紹一下我的角色 就是我在裡面是會計 所以在裡面的衣服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後期也會變成小姐 小姐不夠 對 我們小姐不夠 所以就把它拖下海 其實很多店裡的會計 它都是後來都會變小姐 那時候我們去實習的時候 媽媽桑有說 真的喔 對 就是讓妳先來當會計 然後熟悉一下這個環境 然後可能就會慢慢的說服妳 看妳想不想多賺一份薪水這樣 對 然後衣服因為也是滿多高腰的地方 然後其實滿合身 那請問可以 你們那個小姐可以 客人可以收妳們嗎 不行 但是不給摸 妳要自己避開 如果還是遇到一些比較激勾的 其實那個通常會跟客人食指緊扣 因為就是怕他們亂動 就這樣扣住它這樣 對 因為就是那個扣子 他們都會腰 會就是滿緊的 就會勒住那個肋骨 所以我其實沒有辦法吸飽 我所有的氣 對 所以真的不能胖太多 然後那時候好吃得太多了 所以這是會計的衣服 這是記者會的 會計是這個 它上面高腰可以 它是雷到最緊的 我懂 因為它高腰 一些西裝的 也是扣子會扣在這裡 明白 OK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是剛出來 大概六年前那時候 戀愛沙塵豹的角色 我覺得自己就是很漂亮 不需要減肥 然後就播出來之後 妳很漂亮 嚇到就是水腫很嚴重 其實也不是胖 就是那時候 嬰兒肥跟水腫 對 然後後面是 這兩個是一個網美的角色 然後為了要看起來 更有那種感覺 所以真的逼自己瘦蠻多的 然後比較不健康一點的瘦法 因為那時候不太懂 就經歷了剛剛他們說的那個 真的是各種都試過 像什麼168還有Master Clean's 就是喝檸檬水加辣椒粉 然後就一整天都不吃 我就喝了之後 都不吃 然後只喝檸檬水加辣椒 還有加楓糖 那是一個國外的排毒的 我其實試了很多偏方 然後都 有效果 可是我覺得很傷身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其實 看不太到臉 但是那時候瘦得沒有很漂亮 就是膠原蛋白有流失 比較憔悴 就變憔悴了對不對 對 然後現在就不會這麼衝動了 對啊 然後那時候因為衣服都很貼身 麻衣真的沒有地方藏 所以那個是貼到我的麻衣可以 我的那個發射機是綁在這裡 然後看不到 整個這樣凹進去 可是那時候開始就變得很怕冷 是 沒有刷刷人嗎 要穿發熱衣 我有帶來 但是衣服有點透沒發熱 了解